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陸新聞 中共2024年團拜會 一張照片報習真實處境 除夕前一天 中共當局舉行2024年團拜會 官媒的一張宴會大合照 引發外界關注 中南海疑似安插保鏢 坐在白髮蒼蒼的離退休官員之中 分析指 黨魁對自己的安全仍充滿擔心、恐懼 中共政權不穩定 2月8日上午 中共當局一慣例在北京大會堂 舉行2024年團拜會 黨魁習近平及一眾政治局常委出席 然而 中共官媒釋放出的一張大合照引人關注 在照片中 習近平和其他常委 在最前面的一張大圓桌就座 後面是幾十桌宾客 每桌大約10人左右 相關視頻顯示 最前排有9張大圓桌 鋪著淡粉色桌布 習近平等常委的桌子居中 照片顯示 靠近習近平的四張圓桌上 坐滿白髮蒼蒼的老人 引人注目的是 這四張桌子上分別坐著一位 梳著小平頭的年輕人 民運領袖王丹在自由亞洲電台發文說 受邀參加的賓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 他們應是省不及離退休老幹部 靠近習近平的四張圓桌上 在滿桌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太中間 各坐著一位小平頭 精壯幹練 練舞表情的年輕人 很顯然 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輕人 應當是中央警衛局或其他單位的警衛部隊士兵 而突兀的與滿座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一起 毫無疑問 就是為了確保現場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王丹表示 從外人眼裡看 不存在安全問題 第一 參加團拜會的都是中共前後任高級幹部 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團的核心成員 他們現在擔心被習近平清洗 不會有膽在眾目睽睽之下 行刺習近平 第二 這些中共高級幹部 能夠進入團拜會的場合 都經過包括中央辦公廳 和安全部門在內的各級組織 反覆考察推敲 才能被列入確定的名單 有任何安全疑慮的人 不可能被放進來 坐在習近平附近 第三 滿堂遇會者年齡相當大 就算有人對習不滿 以他們的體力也做不了什麼 難道習擔心會有七八十歲的老人 衝過來徒手掐死他嗎 總之 這樣高級別的警戒狀態 完全沒必要 且荒唐可笑 習不怕外界議論 在純粹自己人的場合 都如臨大敵 他到底怕什麼 王丹推測有兩個原因 第一 個人原因 習有了類似妄想症的多疑病 對年脈體弱的老人都不放心 都要防備他們 在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地方 對他動手 這樣的心理 已有些病態了 第二 習根據情報系統評估 判斷即使在這樣的內部公開場合 的確還存在安全風險 因此必須做最高級別的警衛安排 他分析道 這張照片向全世界傳達了清晰訊號 不管習如何清晰黨內軍內 他認為不忠誠的人 直到今天 他對自己的安全 仍然充滿擔心 恐懼 不管是出於個人多疑心理 還是的確有不安全的擔憂 都說明同一個事實 這個政權並不穩定 王丹說 如果政權的獨裁者 每天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 他就會不斷清洗 不斷在自己周圍抓壞人 這樣的政權能穩定嗎 如果習真的手握情報 認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 那就更能說明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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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我們睫 bars